如果願意,好不好,原辦人們來,我請大家再吃頓飯,會比你們當天點的菜車再多一些,一定會讓你們吃得很飽 那我也希望卸下彼此的對立跟仇恨,那我也相信,針對我所做的一些惡意攻擊,你們都不是你們 因為我知道你們都是善良的,只是一時的氣氛 無意去傷害你們北科大的任何誰,那我也沒有本事,一個人去毀你百年的效益 那我在這邊,我要講的是,能夠毀掉北科大的,也只有北科大自己的人 不是我一個人能夠毀掉了,我沒有那麼大的能耐 這件事情,沒有辦法用逗點解決的事情,我們用據點來解決嘛,好不好 鬥點完成不了的,讓我畫個圈圈,雖然不是很圓滿 那這段時間,我努力了,但做不到圓滿,好不好,我的錯 我針對這件事件,很多人說老闆放大絕,停業,前去勒索學生,幹嘛有的沒有 我針對這件事情說明一下 我當初要停業,是因為真的是太多電話霸凌 打電話進來辱罵的啊,用一些恐嚇啊,情緒去自言 我不希望我的員工,受到這種霸凌 所以臨時性的決定,就是說要先停業 要先停業 那我絕對沒有所謂什麼,要去情緒勒索誰啊,幹嘛之類的 沒有,沒有這個想法,也沒有這個意思 那主要,主要,我要講一下,我要講一下就是說 停業期間,很多人就是說 大家也都知道嘛,就是有一些人教誰去檢舉什麼東西的 檢舉是這樣,如果說假設我店裡面有違規啊,違法啊,什麼東西的 你去檢舉我,我甘之如疑,為什麼,我做錯了 你去檢舉我,我沒話講 那如果說,今天的檢舉,今天的檢舉就是說 今天檢舉是說,完全就是說,你看我不爽,我對你不滿 我去對你做一些檢舉,去做一些報復的動作 我覺得沒有意義了 如果你對我有什麼不滿,對我有什麼針對性的 麻煩你針對我,我非常歡迎你來針對我,好不好 你針對我個人,反正我已經被挖了那麼多出來啦 我無所謂啦,我已經無所謂啦 你們可以直接針對我,你要針對我個人的辱罵也好 幹嘛要幹給我幹嘛,我都接受,好不好 畢竟我講真的,引起社會上的紛紛擾擾還是幹嘛有的沒有的 這非我所願啦,我也不知道,哇,媒體普天蓋地這樣去報導 我也嚇一跳,那不是我能夠所控制的 那很多人說,我去手買媒體幹嘛有的沒有,我沒有那麼大本事 那很多人說,我公關團隊,行銷團隊很強,不好意思 從頭到尾,都是我一個人在面對 都是我一個人在面對 我沒有公關團隊,我沒有行銷團隊,我沒那麼多錢 那我背後的牆壁,不好意思 背後牆壁,那個小孩子畫的啦 因為還有一個很小的小朋友,四歲多 那針對這件事情衍生到現在,那停業期間,因為接了許多檢舉 那我也要處理一下,協調一下,那我們有不好的地方我們做改善 改善完了,我們本來想說低調的,重新復業還是幹嘛的 那我沒有想到,就PO了一篇出來,新聞又開始爆啦 又開始爆了,那我能怎麼辦呢? 對啊,我真的沒辦法 那今天會做這個說明,想要跟學生們,我們有個對話窗口 因為我要找你們找不到啦 透過很多關係,聯絡你們,你們也沒人出面 都沒有人要出面 我馬上就要開學了,你們面對的會比我多 開學後你們到學校,你們要走出來的時候 那個時候你會體會到我現在的心境 會體會到我現在的心境 那當你,我沒有辦法每天躲在家裡啊 我每天還是要出門工作啊 對不對?我還是要照顧孩子啊 是不是?我沒有辦法每天躲在家裡啊 我也沒辦法待在鍵盤後面,然後閒閒沒事的 對不對?我要養那麼多的人 是不是? 我有看到就是說,不替學生辯解這個東西 其實你們有去看新聞採訪的 只要是我嘴巴講出來的 我嘴巴講出來算 新聞媒體下標題的,平衡媒體那些 他們在鋪針蓋地在刷那些 不是我講的 那他們要去結長取短的 從什麼地方下什麼標題 那個跟我無關 那純粹我自己嘴巴講的 各家媒體來做採訪 我講出來的,我負責 好不好?我講出來我負責 好不好?我講出來我負責 我看一下,因為這個訊息跳得太快 那我針對學生的一些疑惑做回答 我沒有辦法判斷哪一位是學生 哪一位是什麼什麼 我沒辦法判斷 但是我大概可以用一些情緒性字眼來做分辨 搞不清楚狀況,這個我可以回答您 其實當天晚上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就已經留電話了 那希望學生們跟我做聯絡 我電話也被公布出來 所以你們要找我的電話很好找 到現在我都沒有換電話 隨時都可以找得到文 我一直得到隔天早上 隔天早上 其實 我沒有截很多的圖 截了大概幾張 那負貧其實不是 我覺得可以去問一下學生們 他們到底灌了多少負貧 我估計幾百封是有 那我找不到管道可以維護我的傷癒 那我只能求救朋友 對不對?我求救我朋友 那我也沒想到 哇,要把事情搞那麼大 對不對? 那我一直到後來一直都在 期待有個對話 就是說面對面 能夠把疑惑解釋清楚的 包括老師,包括學生 你要我去查證 我不知道跟誰查證 查證起碼要有對象讓我查證 是不是 那你說我說謊 唉 我不知道怎麼去回答 對啊 從頭到尾我都是以影片 然後員工敘述 然後要來做一個論述 那很多人說明明就27個同學 你怎麼說三四十個人 那這點我也跟大家講一下 講三十幾個人也是學生講的 你們 對啊 可以去查證一下 三十幾個人學生講 所以我第一個回覆的方式就是說 三十幾個人 那後來隔天他們發表說明說27人 那我也講 我尊重學生的論述 對不對? 我覺得在論述這個地方去爭議 沒有意思嘛 對不對? 那你說白飯這個問題 唉 我也講過了 我也講過了 好 那大家要斟酌這個白飯的問題 那我在這邊我講 白飯沒有讓學人吃飽 那我的錯 那我也道歉 抱歉沒有讓學人吃飽 那如果說學生們 你們對這個地方這個部分 還有怨還有恨 我誠直的邀請你們 誠直的邀請你們 原班人嘛 我飯多準備一些 對不對 我就讓你 開開心心的去吃一餐吃到飽 好不好 原班人嘛 如果你們願意 你們願意 我來請客 好不好 我來請客 哇 訊息跳太快了 不好意思 我不太會那個 所以我只能針對後面的一些 來做回應 來 劉先生 你有講說什麼 七十人份的飯 七十人份的飯 來 我在這邊澄清一下 因為他們發表的聲明上面有寫 我當天只有一座客人 然後不可能來不及煮飯 煮菜 那 我自己也覺得納悶 如果說只有一座客人 再加他們二三十個人 真的是不可能不夠 我的直覺第一個時間回應就是說 七十人份的飯 怎麼可能會不夠吃 怎麼會不夠吃 對不對 那 因為學生他的聲明上面有寫 我當天只有 還有其他客人一桌嘛 那我後來回放了監視器以後呢 我看了 不只那一桌啊 前面還有客人啊 包廂還有客人啊 對不對 都有啊 所以我說你們吃了七十人的飯 我講的你們 還有當天其他客人啊 你有一點智慧的 我相信能夠理解吧 好不好 還有什麼問題 還有什麼問題 來 我未來我會離開這家店 我會離開這家店 因為我造成的紛擾 我造成的紛擾太多了 我如果不離開這家店 這家店以後也生存不下去啊 那未來可能 你們會有一些人 脾氣還沒消 會有一些 憤怒值比較高的 那你們持續做檢舉 那 我講真的 對店家來講 是一個困擾 是一個困擾 但我非常歡迎你們 如果看到 哪邊做不好做不對 您看到了 您來做一個善意的檢舉 那 也拜託 呃 大家彼此真的 不要再對立下去了 好不好 不要為這件事情 再對立下去了 千錯萬錯 我在這邊跟你們道歉 我的錯 我沒有把事情處理好 好不好 引起這麼大的風波 但我還是要強調 很多北科大的校友 老師教授 跟我的好朋友 我無意 我無意 去 傷害你們北科大的任何事 是誰 那我也沒有本事 一個人去 回你百年的校遇 那我在這邊 我要講的是 能夠毀掉北科大的 也只有北科大自己的人 不是我一個人能夠毀掉 我沒有那麼大的能耐 我在這邊 今天喔 那個 朋友們 我真的拜託你們 求求你們 馬上要開學了 就 不要再去跟學生做些爭論了 好不好 不用再去爭爭論了 他們 年紀還小 那 我可以出來面對一切 我可以出來去 盡我所能的 去解釋一切 或者是有些什麼 我都願意去講 都願意去 只要 你們有什麼疑問的 我能說 我解釋的 或者是 我不對的 該我道歉的 好不好 我都願意 我都願意 好不好 卓先生 曹先生 我跟你回覆 我PO一段什麼影片,其實我告訴你,因為所有媒體那天來,影片不是我結的 不是我結的喔,我是請他們到監視器 主機,我說你們就拍吧 從頭到尾的影片都在這邊,好不好,你們自己去看 好不好,你們自己去看,不是我自己剪下來給媒體的 沒有這回事,好不好,請不要再誤導了,我沒有這樣幹過 我沒有這樣幹過喔 那媒體他要怎麼剪,他要怎麼播,你叫我播完整影片 有人願意為我做一個專輯,把這個完整影片播出來嗎 一兩個小時的影片,您覺得啦,用點智慧去想這個問題嘛 是不是,那我也跟學生說過了,我也跟同學講過了 那你們如果說對影片內容還是怎麼樣,對當時的服務有什麼問題 您都可以來現場,好不好,都可以來 整間說謊,這個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回你 酒駕的問題我剛才已經說過了,對呀,我剛才已經說過了 那我在這邊,就是把所有的問題,我做一次大概的陳述,好不好 做一次,那能理解的,那就理解,那不能夠理解的,那我也謝謝你,好不好 那我希望大家放下,對立放下仇恨子,我沒有那麼惡劣啦,我雖然不是一個好人 我不是一個好人,我也犯過很多錯啊,做過很多錯事啊,是不是 那如果說因為你要把我體檢到那麼完整,我沒有要出來選舉啊,沒有幹嘛啊 對不對,你把我體檢到那麼完整,我也不知道是為了什麼 我們可以針對一些事情做討論,好不好 不要去做對立啦,很多事情是可以做討論的,做溝通的 我在我的帳號再放完整影片,然後讓大家再討論一次嗎 如果您是當事人,你可以直接來啊,你可以來找我啊 那如果你不是當事人,那你們只是想要煽風點火的 我覺得,沒有意義吧 對,我在Eat Today有回應留言 那個以後爸你可以把那個我回應的留言發給我嗎 好不好,讓我回應一下我留言哪些是不對的 好不好,我做更正,好不好 如果您覺得我留言是有偏差還是幹嘛的 你把它發給我來做更正,好不好 如果說,跟事實有出路的話,我來跟您道歉,好嗎 好不好 請朋友們,不要互相對立啦,好不好 不要互相對立啦 那個,我做這個影片,我只是希望 針對學生們,給你們有個地方 對,你想罵我就罵,好不好 你覺得我不對的,我該說什麼的,沒關係 只要是我講錯的,我說錯的,好不好 我都可以在這邊做更正,好不好 我沒做過直播,好不好 我沒有做過直播,那我就是 我只能盡善意,好不好 盡量把這件事情 沒有辦法用逗點解決的事情 我們用據點來解決,好不好 逗點完成不了的,讓我畫個圈圈 雖然不是很圓滿 那這段時間,我努力了 但做不到圓滿,好不好 我的錯,好不好 好,你說發酒瘋,好,來 我講一下,我愛喝酒 認受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很喜歡喝酒 我喜歡喝酒,喜歡交朋友 喜歡跟人聊天 我很少那麼的,很正式的 去跟大家談話 通常我都是喜歡幽默、自然、開心 我喜歡把歡樂帶給身邊的人 認識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不喜歡把負面的能量 讓身邊的人不開心、不舒服 有,老闆有不對的地方 不對的地方非常多 所以我在這邊道歉,好不好 我在這邊跟各位慎重的道歉 我真的有做不對的地方,好不好 老闆找媒體幹什麼 學生有什麼錯 我從來沒有講過學生錯 好不好 我沒有講過學生錯 從頭到尾都沒有 我從頭到尾只講過學生他有情緒 他衝動了 我沒有講過他們錯,好不好 如果說 您不是當事人齁 那你只是想說 想要多製造一些社會的對立 然後去講一些酸言酸語的這些 那大可不必,好不好 這個社會 我們不需要把它弄到那麼複雜 好不好 我有錯嘛 我說過啊 我從年輕的時候也犯很多錯啊 對啊 我年紀大了 包括我的孩子跟我講 我說爸爸 為什麼你現在對弟弟那麼好 我跟我孩子講 我說 我從年輕開始 我就有孩子 我說孩子 我年輕你就生下來了 我一直在學習做父親 做一個父親 或許你在小的時候 在年輕的時候 我的脾氣沒有很好 那對你的教育方式呢 可能就有的時候會兇啊 會打 對 那後面慢慢你有了弟弟以後 我有改進了自己 更學習 再一次做爸爸的機會 那一直到現在又生了一個小小弟弟 不到五歲 不到五歲 那我也更努力的 重新再當一次爸爸 我也好幾個小孩 好幾個小孩 所以 學習爸爸的過程中 我一直在 努力的學習 人生也是一樣 人生也是一樣 就是 我們 努力的去面對 努力去學習 對 我 之前不知道在哪裡看到 有一位不知道誰寫的 你不解決問題 問題會解決你 我覺得 這句話應該 稍微修改一下 我覺得 我覺得 你不面對問題 問題會一直困擾著你 我覺得用這個方式去形容 我個人會這個樣子去說 對 老闆娘推薦的威士忌 其實我什麼久的喝 我什麼久的喝 我看一下還有沒有什麼 就是說 對我也不滿的 希望我做一些什麼的回復 還有嗎 還有嗎 請請我爸自己過來拿 好不好 請他過來拿 好不好 我有酒駕過 對我 把危險帶到 那個道路上是我錯 好不好 對我錯 但四年前的事情 我也 我也 這四年我也 很內疚 一直在懺悔中 這裡還有沒有學生 想要問什麼問題的呢 呃 其實 我現在每做一件事情 我今天開直播還有一件主要的就是說 我每做一件事情 包括你說 像我們餐廳的粉絲業 我們也是靜悄悄的講一下說 我們把一些 呃 有部分的違規 或者什麼東西 改善好了 我們準備 大概要開始復業了 像這些媒體 就趕快拿來報導 那我也跟各位講個笑話 就是在宣布 停業前的時候 我跟朋友在聊天 在聊天 然後就說 哇 怎麼最近這麼多朋友 來找我喝酒 搞得好像告別式一樣 我就開個玩笑 這麼說 你知道有多少家媒體 打電話給我嗎 傳來給我 說老闆 聽說你要辦告別式 我說你從哪裡聽來 我要辦告別式 我就會不會死 那你不是跟人家講要辦告別式 我是說 我說 我只是 看到那麼多的親朋好友 說我要停業了 來找我喝幾杯酒 搞得好像 對 像告別式一樣的 好不好 呃 現在時間到四點了 因為我 小孩子今天 那個 兩點多才去看完醫生 那身體比較不舒服 那我 我 盡我所能 好不好 盡我所能 那如果 有不周全的地方 那請 各位多包容 多包涵 好不好 那學生們 如果願意 好不好 原班人馬來 原班人馬來 我請大家 再吃頓飯 好不好 會比你們當天點的菜車 再多一些 一定會讓你們吃很飽 那我也希望卸下彼此的對立跟仇恨 那我也 我也相信 針對我所做的一些惡意攻擊 你們 都不是你們 都不是你們 因為我知道 你們都是善良的 只是一時的氣氛 好不好 我再強調 我沒有講過你們錯 那我有沒有做錯 我有 我有做錯 那我有做錯 那我 呃 錯在什麼地方 錯在什麼地方 錯在很多人講 我不該找媒體 什麼之類的 那我講 好吧 你們認為是 那我在這邊道歉 好不好 那引起社會渲染大波 幹嘛有的沒有的 然後造成那個社會大眾的不變 造成一些 某些人的傷害 好不好 呃 沉重在那邊 深重的道歉 好不好 那我因為 還有事情 好不好 那今天 就謝謝各位 好不好 那就不要再知道仇恨 不要知道對立 那也放過那些學生們 別再到他們的臉書去 去講些什麼的 好不好 如果你是支持我的朋友 拜託拜託 拜託 拜託